很多人不知道牛肉怎么才能浆的嫩,其实你们的顺序都错了 牛肉千万不能顺丝切,一定要横着纹路切,切好的牛肉加点蚝油,老抽上色 有的人将牛肉喜欢放黄酒,那是错误的,因为黄酒会发酵,会使牛肉加快变质 正确的方法是放泡好的葱姜水去腥,半斤牛肉大约30克的水,顺时针打上劲 中途一定要加点盐,盐会使牛肉快速吸饱水分,并且不脱浆,上浆之后才能放蛋清 等蛋清完全融合牛肉,才能放生粉,这个顺序一定要记好,再铺点油锁住牛肉的水分 然后放冷藏,随吃随取,真的太方便了 牛肉怎么做才好吃,软烂不塞牙,今天教给大家超过水的牛肉加入葱姜,一包黄焖料 其他盐酱醋就不需要放了,再来一罐啤酒,煮开后小火炖50分钟 放入土豆继续炖10分钟即可,牛肉这样做简单美味入口即化 别再让小孩的身高掉队了,营养一定要跟上,雪花牛肉切片 少许盐,加白糖,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加点生粉,花生油 用右手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摆上西红柿,牛肉铺均匀 放入姜丝,上锅蒸10分钟再焖5分钟 经常吃牛肉西红柿的孩子都是大长腿 大佬梁,这道水煮牛肉你做的吗?为什么不打签不沾油? 我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做的 其他地方是其他地方,现在你在我手下做事 就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 来,现在我教你最正宗的水煮牛肉 水又不光,买的懒烧烧 来,我们做最正宗的水煮牛肉 先开始腌制牛肉 现在我就教大家怎么腌制牛肉 我们切好片的牛肉,我们先给他煮一点水 不要一次性加完了,给他捞几胶 好,我们注入了第一次水 我们已经给他整干了,进牛肉去了 再加第二次水 再给他捞干 第二次也吸干了,我们再加入第三次 再把它给捞干 第三次煮水也吸进牛肉了 我们静止放它20分钟 10分钟过后,我们下入味精 不要放盐哦 加点蚝油 再次把它捞均匀 捞均匀之后,再静止放它5分钟 这我们已经静放了5分钟哦 我们先下蛋白 再给他捞均匀 已经成了这样哦 煎煎香了,也洗浇了 加入干生粉 捞均匀 生粉捞均匀之后,我们下入一点花生油 封面哦,以免它出油 想用多少就拿多少 牛肉我们已经腌好了 我们先拿这么多出来做水煮牛肉 来,我们先烧一锅水 下入一点底味 水滚了之后加入芽菜 芽菜煮熟之后,我们加入青瓜 这个青瓜后面放哦 这青瓜烫了有5-6秒就好了 捞起来 拿一个比较深的碟 把我们煮熟的芽菜和青瓜放在这里备用 我们先煮一个水煮水哦 锅热之后下多点油 下入紫天椒,蒜蓉,姜粒,还有葱白 给它炒香 再上花椒粒,还有辣椒干 下入胖子麻辣鱼 火锅料 三块 豆瓣酱很咸啊,不要放那么多 放两勺 给它怼出红油 料酒 清水 然后我们调味,下入半勺盐 三勺味精 半勺鸡粉 一丢丢糖哦 加入少许十三香 来点胡椒粉 再来点花椒油 加入一点点生抽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那些渣捞起来 这样的汤会比较好看哦 再加入我们腌制好的牛肉哦 要摊开放哦 水保持滚起来 好,再次滚起来之后 马上把它捞出 放入刚才我们放芽菜的碟子里面 牛肉捞出来之后 我们抠少许的芡汁 天越来越冷啊 我现在买衣服先去食货上看看 里面正品的 耐克卫衣才一两百 穿着还体面 感兴趣的可以点左下角 领个补贴 好,这个我们打好芡之后 淋到牛肉上面 面上加入蒜蓉 葱花 花椒粉 辣椒面 反锅烧热 倒入辣椒油 再放一半清油 给它烧热哦 油温也不能太高 我们把辣椒干放下去 一马倒在这上面 最后我们撒入一点点芝麻 给点香菜 你学废了吗 为什么你炖的牛肉又柴又老 还咬不动 今天教你几个技巧 保证软烂又入味 牛肉买回来泡两个小时的血水 然后凉水下锅 放姜葱料酒去腥 撇去血沫捞出洗净 另起锅 放冰糖炒出糖色 向牛肉块炒上色 放姜葱八角香叶 桂皮 甘辣椒 花椒 生抽 老抽 蚝油 炒上色 第二点 水一定要加够 中途尽量不要加水 第三点 放橙皮和山楂片 使牛肉更容易软烂 最后放盐 调味 看到看到这里了 点个赞再走嘛 先来哟 为什么你炖的牛肉又财又老 还要不动 今天教你几个技巧 保证软烂又入味 牛肉买回来泡两个小时的血水 然后凉水下锅 放姜葱料酒去腥 煮开捞出洗净 另起锅放冰糖炒出糖色 下牛肉炒上色 放姜葱八角桂皮香叶 干辣椒 生抽 老抽 毛油 翻炒上色 第二点 水一定要加够 中途尽量不要加水 第三点 放陈皮和山楂片 使牛肉更容易软烂 最后放盐调味 关注我你就不用做饭了 牛肉要想做到 怎么炒都不会老 腌肉的配方一定要收好 牛肉横刀切薄片 加入长姜水 洗掉血水 先加点盐 鸡精 蚝油 搅拌一分钟 再来一个蛋清 淀粉 抓拌均匀 再来一勺花生油 锁住水分 这样腌的牛肉 怎么炒都不会老 看颜色 牛肉的挑选有色泽 新鲜牛肉鸡肉有光泽 红色均匀 脂肪洁白或淡黄色 变质牛肉的肌肉色暗 无光泽 脂肪黄绿色 摸粘度 新鲜牛肉外表微干或有风干膜 不粘手 弹性好 变质牛肉的外表粘手或极度干燥 新切面发粘 止压后凹陷不能恢复 留有明显压痕 闻气味 新鲜牛肉具有鲜肉味儿 变质牛肉有异味甚至臭味 你记住了吗